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贿了千万元给他 而且警告了 恐怕还有再有大咖出逃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 第一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前大使借文吉 严一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董志森 大家好 昨天立法院财委会排审修财化法 希望把全国的总收入的分配 中央和地方的比例 从现行的这个75比25 变成的是60比40 四成可以拨给地方来使用 结果这一开会之后 就冲突不断 好了 现在是民进党的立委们 是轮番的上阵 不断的冗长发言 导致这个 讲话就讲了9个小时 延长了超过8个小时 但作为会议主席的陈玉珍 非常有耐心 他表态说 就是要让大家说好说满 大家做好准备 挑灯夜战 一路省到晚上12点 好了 都已经预告在前面了 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准备 但等到大家吃完饭 重新回来要再度开始 然后主席宣布 逐条审查的时候 突然一下点燃了 绿尾的怒火吗 好了 陈玉珍宣布说 我们要开会到晚上12点的时候 这一刹那 吴秉睿马上爆气 冲浪前去说 我没有听到啊 好了 但是问题是 结果就被陈玉珍指出 是你自己下午不在 一直告诉我没听到 敢跟我一起去调入影带 出来看吗 我有说 那你就辞掉立法委员啊 好了 结果呢 一听到要调这个录影带出来 来对峙的时候呢 吴秉睿更是一气之下 立刻暴怒砸烂了麦克风 而且呢 弹出去还打到了旁边的这个 绿营他们的同僚 立委的这个 这个 吴思瑶啊 好了 甚至是呢 还传出说 蓝营的立委就被绿营给堵在电梯里面 长达1.5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主席在这里嘛 不让你出来 是不是不能够主席会议 是不是就可以故意的 想办法技术性的让整个会议来留会呢 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呢 但问题是 这才华法 难道是蓝营 这个主张要修的 过去绿营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吗 错了 其实以前根本就是绿营所提出来的 2012年7月20号 当时啊 坐在这里一排 人有一点小 但是赖清德也坐在这里啊 六个民进党的中央和这个这个县市首长呢 他们一起开记者会呼吁 赶快通过才华法的修法呀 好了 那么当时呢 20127月20号说 现行的才华法不公平不正义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2012年的8月30号呢 绿营怎么说 说才华法不解决台湾不会进步 2017年的10月27号啊 还说要修正才华法给地方更多的经费 不都是民进党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信念 跟他们想要修的法吗 结果现在呢 绿营的立委郭国文怎么说呢 他说 你看呢 蓝白根本讲不出来 为什么急着要修才华法的理由 我告诉你啊 如果一个很久没有修的法 那就不代表有修的急迫性嘛 去年地方的财政预算缺口 虽然有五百亿 可是呢 预算执行的结果还有剩嘛 代表目前的预算 已经大于地方可以消化的量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修才华法了 所以民进党现在难道是 前拳一把拙啊 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吗 其实啊 才华法要怎么修都可以讨论嘛 但是怎么看起来好像是 民进党就是只想要制造冲突 说穿了要阻挡这个竹条表决呢 难道是因为这个举手比不过人 所以决定要来比拳头了吗 那万一全武行还挡不下来 该怎么办啊 难道是应该要送到宪法法庭来 试宪吗 立委怎么看 其实吴秉锐是人尽皆知 情绪管理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大概就是立法院这么多年以来 最容易暴冲暴怒的一个立法委员 一点都不稀奇 所以只要是在 不管是在议常啊 或者是委员会啊 他随时都会忽然间 就是你知道断线 然后就忽然间抓狂暴怒 像这样子的人 我都觉得他像一个不定时炸弹 其实在情绪上跟心理上面 都是有很大的状况 那昨天在委员会 财务委员会的情形 基本上就是民进党 其实呢 从头到尾就想要背革 这次的财化法的改革 那这一次国民党呢 主推财化法 主要是财化法多年 要改非常的难改 因为丙就是这么大 哪一个县市或中央多了 别人就会少了 所以这一次国民党就是一个 不是分县市 也不是分直辖市 或者是说六都跟其他的县市 而是分中央跟地方 那长一年以来 地方都是哭穷叫穷的 所以就是把整体地方的柄做大 让地方有更多的裁员 毕竟地方是最直接了解 地方需求的 那长年以来 大家也都知道很多的县市 真的长年就是哭穷 那台湾的经济状况不错 如果像民进党所吹嘘的 我们又很有钱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改革 绝对是有非常多 值得讨论的空间的 更何况 什么时候谁 就是风水轮流转嘛 中央是谁执政 地方是谁执政 二十几个县市 哪个县市是哪一个党执政 其实都不一定的 民进党又何必这么的 机场鸟肚 这么的短视 因为现在在地方县市的执政民进党 比较书面 所以就这样子 完全不理智的 不理性的杯葛到底 民进党根本不提版本嘛 所以你看民进党的打算很简单 就像上个会期 大家所看到的是 一样的场 一样的戏码 那就是在整个委员会审查的过程当中 能杯葛就杯葛 能耍赖就能耍赖 反正呢 就是 使劲浑身解数 来杯葛这个相关的法案 但是因为现在国会的多数 不是民进党 所以这个法案 迟早 迟早会送到院会 你再怎么党 最后表决 国民党是多数 还是会通过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民进党就来跟你胡搅蛮缠啊 他绝对不会针对这个议题 跟你讨论 然后呢 在一片的这个混乱 烟雾 暴力跟蛮缠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开始指路为马 给你扣帽子啊 抹黑泼脏水啊 然后最后呢 通过了以后呢 反正再送给大法官 会议解释就好了 这个民进党就是这个烂戏嘛 再重新上演嘛 所以你看到昨天 这个整个的委员会 一开始就是程序杯葛 无穷无尽的程序发言 你程序发言没有关系啊 那你还是要进入 正正正式的巡打嘛 所以你看 陈玉政院是主席 他是招委 他看到民进党就是耍赖无穷无尽的杯葛 根本不进入对官员的巡打 这样子的一个议程 所以他就喊休息啦 这在立法院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嘛 那休息 休息到大家冷静为止啊 但是呢 就我刚刚讲的 立法院有一个人永远不会冷静 叫吴秉锐 这冷静两个字 跟他是绝对没有关系的 好 所以吴秉锐就暴冲嘛 他其实就是暴冲嘛 在立法院哭等 那是日常好吗 吴秉锐是第一天到立法院吗 他的脾气这么大 所有人都要顺着他 他讲的就是王法 人家主席讲的他都不听 哪里有像这样子无理取闹的呢 然后动不动就是恶言暴力相向 这就是吴秉锐啊 所以当场 主席没有按照他的意思 他就翻桌 他就拔麦克风 他就打人 他就摔东西 这就是吴秉锐嘛 这不叫无理取闹 什么叫做无理取闹呢 那你今天中央跟地方 你看到民进党 已经把这个礼拜定位为什么 定位为民主政变周围 意思就是说 国会透过正常民主程序 属人头的多数 通过的 想要通过的法案跟决议 因为跟民进党的意识不合 所以就叫政变啊 民进党会扣帽子吧 对不对 就是够耍赖了吧 然后还说什么才华法会掏空台湾 这胡说八道 什么叫做掏空台湾 掏空台湾的祖师爷专家是民进党 陈水扁时期 蔡英文时期 到今天的赖清德 不是一脉相传吗 从来没有手软过 什么叫掏空台湾 就是把我们国库 把我们的国土 掏空 贱卖 给私人口袋 这叫掏空台湾 把中央的钱 搬给地方政府 怎么叫做 怎么叫做掏空台湾呢 不是一样在政府在用吗 不是一样 花在老百姓身上吗 你想想看 民进党把这么多钱 搬给美国买武器 武器也没有来 那把这些钱 给地方政府 好好做一些 真正实际民生需要的东西 不好吗 这可以讨论嘛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国民党主张的六四分不好 可以讨论啊 讲出一套理论出来嘛 讲理嘛 不要每一次就是恼羞成怒 然后胡搅满缠 甚至于暴力相向 这就是民进党 选输了就兵得啊 不就是这样吗 情绪绑架 暴力绑架 尤其是这个 吴炳锐非常非常的不可取 他应该为他的失控 为他的暴力 向立法院 向当场的立委 还有向全国民众道歉才对 最倒霉的可能是吴思雅委员 因为打伤他的人 是同党的委员 所以看起来这口气 只能够吞下去了吗 真的是 所以难怪有人说 真的是 封起来连自己人都打呀 好了 在一档希望修财化法 将预算分配改正是 中央六成地方四成 来健全地方的财政 就绿营的立委郭伯文就反向说 哎呦 蓝白连为什么修法 都讲不清楚啊 还有说很久没修的法 就代表说这个法 没有修法的急迫性 先不说过去民进党的 前瞻特别预算 高雄可是拿了上千亿元 就被质疑说 你预算分配是不是大小眼啊 那我们也拿去年 中央预算分配资料来看 六都拿到的中央补助款呢 前两名叫做台南的 这个平均每个人两万四 以及高雄平均每个人两万二 都是民进党执政 那一个只有185万人口的台南 不住的预算呢 竟然比400万人口的新北市 还要更多 新北每个民众分道的预算 竟然只有一万四 平均输给高雄人 八千输给台南人一万 这样的一个才华体系 真的是完全没有大小言可言吗 这个历史哥怎么看 原本才华法 为什么中央要给予多一点的财权 它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 也就是说 其实中华民国一直实施的是 所谓的中央集权制 所以中央集权呢 我来跟对这个地方 依据其人口面积功能属性 还有国土划分的差异 我自己做一些分配 可是这样的弊病产生在什么 产生在民进党 民进党是完全不演的 它没有什么中央一盘棋的概念 它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对市中的 我就给他 为什么要给那么多钱给地方 因为我养条子 养条子很花钱 那什么条子呢 我跟大家讲 那太多了 编坡维护 道路维护 清掃具树木 清水工 什么东西 大包小包都有人包 跟大家讲 在高雄台南创业很困难 因为如果你要去包工程 那光是科源第一层就有门绳 就有一些要求 当然我们没有实据 我们不能据 但是我都听过 我们以前在工商服务的时候 这客户就直接跟我反应 那多少给他拿多少 要打多少 天啊 所以这种东西 他们绑得非常死 这也是为什么多年来 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那个条卡的动员能力那么强 当然啊 我中央只要有动员出来后 当然吃香喝啦 但以高雄跟台南的财政收入来说 根本撑不起这样的一个花费嘛 那怎么办呢 当然就多给一点工程啊 你看最近有一个事情 就可以充分验证策划法的荒谬 就是高雄铁路地下化 1996年成案 各位同学 我1988年生 你可以想想看 2002年开工 今年几年呢 2024年还没完工 说要明年2025年完工 我跟大家说 从2019年开始 每年都说要完工 已经完了N年工 然后再来又说 哎呀 要在一个铁路 高铁地下化 这更荒谬 那为什么这工程无限 说要再搞个十几年 十几年小看他了 我儿子要是30岁能盖好 我就觉得奥秘陀佛了 所以 其实这个是一个 长期以来的弊病 也就是说 随着我们的 这个民主政治的发展 地方的自主性 一直在上升 可是我们过去 那个英席的 财化法本身 它不符合 现代的这个思议 所以理论上来说 应该落实地方分权 政治要给地方 更多的财权 可是这就遇到一个bug 因为现在民进党 显然地方选举 一直选不赢 然后呢 中央选举会赢嘛 所以如果我把财权 放出去的话 简单来讲 我不是就自断手脚吗 我就没有办法 绑装绑票啦 所以我当然 现在是绝对反对 财化法 所以郭国文所讲的 正好打脸郭国文本身 郭文说好久没有 重新修改了 所以不用改 如果照你这样讲 那LGBT干嘛改 那很多法干嘛改 那不用改 立法院废掉就算了 有这种立法委员吗 所以他现在只要一改 那就验证一个问题 就是民进党 不会执政的状况 又被放大 然后未来地方更有财权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他们只会更加的焦虑 所以我这边 就直接大胆预言了 财化法如果新版的修过 民进党绝对释宪 绝对用宪法法庭 再次推翻立法院的决策 大家拭目以待 大法官很忙 越来越多的案子 必须要实现了吗 中央预算分配 被民众质疑大小眼 有的地方 就是明显拿到的比较多 好了 这个先不论好了 就连各个县市 针对自家情况来编预算 中央还要把手 伸这么长伸进来干预吗 比方说像是 统筹分贵款 中央补助款 人均预算在六都里面 全部吊车尾的桃园市 为了解决少子花的问题 桃园说 好了我们决定要提高 我们的营养午餐 还有生育补助 这一类的社福支出 编了预算之后 竟然中央看到说 不行 因为你不符合 我们法定社福的项目 结果就把补助款 硬是扣减了一亿元 等于是像是介大使 如果说我讲好说 我要给你一百块钱的补助 结果你说 我要把这一百块 拿去买营养午餐来吃 结果我就说不行 那这个一百块 讲好要给你的 我就不给你了 有这种道理吗 所以民进党现在是怎样 你说少子话 是我们国家级的 这个重大的议题 民进党自己拿钱 去加码什么 私立大专院校的学费等等 都可以花这些钱 那地方政府想要让 我们的学生 营养午餐吃好一点 不行 会不会中央扣钱 这样有道理吗 这个民进党任何东西 都从选举出发 那现在这个台湾的政治结构 就是中央是民进党主政 那地方是大部分的 是国民党在主政 那这个当然了 他希望将来选举的时候 那地方的这些主政 也多一些民进党来主政 那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现在在国民党主政的政 这个地方政府 如果建设各方面都很好的话 那就是民进党 想要取代国民党的机会就小嘛 那怎么样能够阻止 国民党主政的县市呢 表现很好 为人民造福很多 就是卡他的钱 对 那现在他手上还有工具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 我们现在是 这个大部分的钱财 是在中央政府里面 我们的这个整个税收 那么主要是中央政府比较多 所以他有这些统筹款 补助款 那么这些统筹款跟补助款 就是民进党在中央主政 他控制地方 那么地方政治的良语的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如果他失去了这个工具 也就是说最后这个中央财务化 变成中央拿六成 地方拿四成的话 那中央就控制不住地方了 那如果说是他的这个国民党主政的话 那国民党的这些县市首长 手上有充分的裁员 他可以大怎么样 这个大 这个大势的发挥 那么这个很可能 这个县市民进党就拿不回来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除了可以让你无所见设 他还可以怎么样 他还可以怎么样 抽你的后腿 这个要使出半马锁 让你想做 你想搞营养午餐 他就不给你这个钱 对不对 营养午餐搞的这个 这个桃园市市民 大家都人人称道的话 那国民党要万年执政 他当然不给你这个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中央财政化分法不是怎么样 国家发展如何 不是反映现在地方政府 其实施政能力也很强 这些问题 这些变化 他不看在眼里 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 这是他现在当政 他要赶快把 他要用他这个手上的财政权 来扶植自己的地方势力 去压抑反对党的地方势力 那不过刚刚看到吴秉锐 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 情绪失控 这是流氓行径 对 情绪失控也不是这样子 这一般人做不出来的 而且他身为国会议员 这是什么示范 对 你这个学校里老师 一天到晚教学生 要怎么样 要循规蹈矩 要守法 这个行为 真是到了这个21世纪 还看到当时民进党 那个草根 草根政党的时候流氓作风 到现在还不改 吴秉锐应该是 民进党支持 你今天赖清德 一副好像 好像已经 好像已经是怎么讲呢 已经是在那边 板旗连孔缩教了 你下面有吴秉锐这种人 你这个党还能够翻身吗 国民党有人做这种作为吗 那个麦克风也是大家纳税钱拿出来买的 你可以这样子乱摔乱打吗 你把你自己家的麦克风拿出来 你会这样丢吗 这个人真是可耻啊 这不晓得到时候这笔钱 是不是可以请吴秉锐委员 买新麦克风的单据 应该请他来赔偿 是不是可以来跟他来求偿呢 这是损毁公务 对啊 所以大家看到真的是很傻眼 昨天民进党竟然在立法院 直接把麦克风给摔坏了 还把在党的立委都困在电梯里 就是为了阻挡这个财化法的 这个修正案 进入竹条表决嘛 那问题是反走过 必留下痕迹 过去民进党跟自家的县市长 不是就一起发声明 要求要修财化法吗 他们一起开的记者会啊 呼吁中央应该要分给地方 更多的资源 那么这篇声明到现在 还高高挂在民进党的官网上 当初参与联署的绿营的县市首长 现在不只大多还非常活跃 而且赖金德不是已经入主了总统府吗 那赖金德总统从市长高升 行政院长之后 也承诺要提出财化法的行政院版本 给地方更多的经费不是吗 那当然现在如何修财化法 是属于行政院的权责 可是民进党却是强力的在立法院 阻挡在野党来修财化法 甚至是连绿营版的这个草案 都不提出来 难道是要推翻过去赖总统的承诺 跟他的证件吗 这个董哥怎么看 赖金德讲的话 如果可以信的话 叉叉都能吃 大家都非常清楚 赖金德讲话是从来不算话的 我觉得最可怜的是吴秉锐你知道吗 吴秉锐以前跟郑立文他们在搞他 野百合 后来考上法官你知道吗 他以前是法官啊 各位看 那个行政比突围比流氓还凶狠 他以前是法官 他在台东当法官觉得说 国民党很差劲 他就下去选立委 结果输给了国民党的习静言 输得很气啊 他就跑去台北县长 当苏贞昌的纪要秘书 你看他薪水差多少啊 吴秉锐那时候如果不辞掉法官 他今年就被提名大法官了 我告诉你 对不对 以他的行径 他这么捍卫民进党 结果他实在很可怜 他地方部署非常久 选过好几次 不温期也当过 期益也当过 他现在在新北市的新庄选 怎么选都选得上 很厉害 打败陈明毅的儿子 很厉害 打败那个议长的儿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有这么厉害的人 应该是很耀眼 所以他就准备部署 2018年 他把看板立了新北市 他选新北市长 那时候大家 都纷纷帮忙他的时候 结果民进党中央 蔡英文主席认为不行 他好像不够那个 那要怎么把他压下来 全台湾唯一可以压下 吴秉瑞只有一个人 他的师父苏贞昌 所以就叫苏贞昌你去选 苏贞昌跟侯友去选 输了30万票 那一场大家都有印象 吴秉瑞就很气 师父来了他也不敢讲话 好我就等下一届 下一届呢 下一届 大家记得嘛 民进党大力 要推一个领头羊叫陈时中 叫陈时中你到台北 把蒋万兰给打败 那本来这里林佳龙 已经部署很久了 提出他的证件 12个证件都已经公布了 五六个了 你知道吗 就说林佳龙你去新北 那吴秉瑞又没有了 所以吴秉瑞很气 怎么还没有 我跟曾立文的年纪一样大了 所以他想了就非常 非常不开心 想说好吧 那就再等四年 结果今年 所有人在讨论没有人讨论他 都在讲 人家苏贞昌女儿要选 苏巧慧 要不然就是林佳昌 没有人谈论他了 你知道吗 你看他的心情都不好 这是吴秉瑞的故事 他暴力 曾经有一次猜一点 把国民党的党编 洪梦凯的脖子 差一点把它烙断 他是完真的 别人大家都想说那个 他是完真的 他手指出的 那个是绝对的暴力 就是致命 我不在乎你会受怎么样的伤害 这是吴秉瑞的手法 立法院第一暴力栏 我跟你讲 那你今天要讲民进党和赖清德这些承诺 这是没有用的 赖清德的承诺可多了 修改裁划法法是其中之一啊 赖清德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联署民进党的执政县市 要求十任马英九 马英九你2016年 520你要卸任了 519之前特赦陈水扁 哇 所有人都签了 陈吉也签了 台南 苏之文也签了 云林 张花冠也签了 嘉义 然后林冲贤在宜安也签了 大家都签了 结果呢 马英九没有上当 马英九没有上当 结果 蔡英文上任八年 有没有特赦陈水扁 没有啊 他每天都可以特赦啊 赖清德上任 有没有特赦陈水扁 没有啊 你那时候连署 还说一定要特赦阿扁 那你为什么不特赦 只有总统有这个权利啊 所以你不要去相信赖清德 相信他的话 叉叉多人吃 我真的讲 那时候马英九时代 立文是发言人 那时候他们大家可以看 那时候 美牛不是要进来 所以有部分进来可以来客多班 他们就发动前审 大抗议耶 然后大家上街头 最后呢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组织一个联盟 不准美牛进来 然后再赖清德带头 大家通通到高雄去集会 柯建明也下去 党边也下去 所以我们适时反对 结果民进党执政以后 美牛 等于说前师都可以进来了 美租委可以进来 他有在乎什么吗 民进党讲话 他从来不会算话 他最可贵的就是 他的支持者潜力挺他 他告诉民进那些支持者 叉叉真的可以吃 你们就去吃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讲民进党 这个党非常特殊 但他就是脸皮特别厚 非常无耻都没关系 我只要赢就好 民进党靠赢的本事是什么 就是掌握媒体 媒体一直跟你洗脑 不听话的媒体关台 听话的媒体送你一个电视台 他叫静电视 简单讲就这样 那更厉害就是 他现在发现了 原来司法更厉害 我要是立法院打输你了 我就请大法官 大法官就是他的门神 永远解释都是民进党队 所以民进党现在 乐此不疲就越玩越开心 他根本不太在乎 对不对 莱族进来了 他过去反核时 日本核时也进来了 民进党反核是基于什么理由 因为核人的浮射很危险 所以我们不能怎么样 那核人的食物都进来了 对不对 因为你认为它浮射很危险 土壤污染了 空气污染了 水源污染 那你怎么让它进来 它完全不用解释 完全由交给它的这些媒体 告诉国民党就是什么都反对 所以你今天看 民进党很难对付就这样 就是它不在乎啊 我们就是对啊 我们过去说都 所反对的 就是我们下一所强力要做的 民进党就可以这样 所有国际的法律 大家知道立法院还一个案子 公投法 公投要不要绑大选 民进党过去说 公投一定要绑大选 现在不给你绑大选 现在国民党想把它弄回来 为什么 因为绑大选才会增加投票力嘛 对不对 那现在李静勇 李静勇过去 实在很好笑 中选会的主委 他说这个会影响 投票的公正性 潜入人员会很忙 你民进党你们过去都 全力赞成啊 你们过去把公投叫做什么 叫做鸟笼公投 你们现在连鸟笼公投都不如了 对不对 我们只能八月去办公投 谁要去投票 所以民进党就想方设法 阻碍民主 他过去讲公投什么 南有南投 北有北投 台湾要公投 台湾第一次世界都在看 到处登广告 那现在呢 现在这个无耻的党又开始告诉我们 因为公投绝对不审 以前认为公投是民主的最后一礼路 现在通通把他封杀了 所以你要是听民进党 或者赖金泽这些人讲话 相信为真的话 我告诉你 叉叉真的仁慈啊 你宁愿相信有鬼 也不要相信民进党的嘴 你知道吗 那这些人 他反正为所欲为 反正我有我的群众 我有我的青鸟 我有我的太阳花 他就觉得说他很得意啊 他可以随时召唤一批人出来啊 所以为所欲为 那在立法院 你行政部门 当有人提出来 你要提出一个对案 对案就是我行政院的版本嘛 他从来不理 我就是跟你闹 跟你弄 弄了之后输了 我就请出大法官啊 对不对 所以每次都来这一套 那我们现在其实台湾 号称什么民主 那都是非常可笑的 就你根本 哪不出出去 你知道吗 那你所讲的东西 每个人上网都可以收到 你们民党过去怎么主张 赖清德过去怎么讲 每一样拿出来 他们不用解释 无所谓 所以你今天看到一个党 可以把无耻秀到这种地步 也真是天下奇闻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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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